就可以去達成 所以我也蠻好奇就是說 顧佳琳她接下來有沒有可能會有一些比較積極 就是以這個運動為核心的行動 因為像我其實跟我周邊的一些 比較主流的朋友在聊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都會跟我講說 對啊那到底你講一講這樣以後 然後我們要選什麼 因為現在確實就有一些多元成這樣方案 我們可以選擇嘛 那可是你現在提出了一些你的不同看法以後 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支持啊 或是我們也不太知道接下來要幹嘛 其實也蠻多朋友會這樣跟我講的 所以我也蠻好奇想要問一下說 對於這個運動接下來他有沒有可能 還會有一些以這個為主題 或且去挑戰家庭的一些可能這樣子 時間有點少 但是我再簡單說一下就是我覺得 以回背為核心的運動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就是其實我覺得就是今天的討論裡面 舉了很多的例子 然後他其實就看到很多可能性嘛 然後會不會有一些以回背為名的行動出現 然後具體的要直接改變 針對家庭制度做改變的行動 我覺得也有可能會出現然後也要支持啊 可是在講不家庭的時候指的是台上的這些人 還是所有對於這件事情感受到覺得制度要被調整的這些人 就是就是怎麼樣去想這樣子 對然後我提的另外一個 我提的另外一個想就是我剛剛的討論就是 發言可能沒有講很清楚的是 我覺得就是現在有一種焦慮 包括我自己也常常會有一種焦慮 覺得說我沒有看到一個就是 跟多元成家同等然後刻意做選擇的那樣子的運動 然後我就覺得我感到我一直感到焦慮 或者是像就是之前可能跟網民 或是大家自己在聊或是覺得很煩的時候 也會覺得說同志婚姻趕快通過好了 然後過了我們就不會 就我們就可以整個批評婚姻 就不會被別人說是造成被負受敵或是怎麼樣 這種這種焦慮或是煩 我都覺得某程度上我是在覺得說 它也是必要的 就是我們可能在這過程才認清說 運動本來就不是那麼平整的說 大家的想要的東西都是相同的 對 我覺得其實不家庭或是毀背路線 其實已經在做了啦 就是今天在台上要討論的 然後我也覺得說今天討論 其實已經有跳出原本 童韻和一致的回家討論了 那我覺得這個跳出來 事實上就是已經在做了 那我回向孟哲的講法好了 就是因為你講成好像先從國家 你知道國家有很多種樣子 我覺得我有點在猜想 你想像的國家是一個 外於一個一個單獨生活 個人的一種機構性 而這個機構性好像要或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不要 因為某個學校實在是太爛了 要不要建議他退場 可是明明其實這個民主國家 這種東西很多時候 其實你看現在為什麼這麼多認同問題 他當然不會是一個心意詛作 比如說某一個NGO 我覺得實在是各方人馬都不想要 趕快勸他解散算了的 所以其實這種想法本身 會不會的確是沿襲了 不但是平非浩中 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 現在都還是有一種很奇怪的 國共二分的殘局 就是你好像很怕國家沒有了 經常很多生活情境也就是在一個 不是不只不家庭 而是沒國家 就沒那個Nation State的那個情況之下 你長出來一些東西 然後你跟現狀有一些對話 而我們要反對一個東西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場合都講到這麼清楚 而且都是聚集在談論的時候 還要叫做因為沒有一個來鬧場說 我支持多人人家 我討厭你們的聲音出現 才叫做取暖的話 那從開始有伴侶們 從開始有同家會 各式各樣 然後你不斷然邀請什麼明星去演唱 去站台 這不是叫做簡直是 就是我們說夏窮不可語兵 可是我本身其實蠻喜歡人的啦 所以我覺得另外那幾方簡直熱到就是說 你連對話都是不可能的 你連講話都 那不只是取暖好不好 那就是說你要把boundary 就是那個可能主體之間不同的 那個邊界消結到 同志也只能被迫挺結婚的 現在變得很詭異的就是說 異性某種程度上 異性認同的那個性別壞分子 性的壞分子好像還比我更屌 這是一件我非常非常難以忍受的事情 也就是我被迫要被恭喜 我我要跟女友結婚了 就是有時候其實這種想法 就是這幾年來的某一種趨勢 那就這種趨勢來想像 今天產了很多議題的迫切性 他沒有比其他議題更迫切 我是在想說 其實我們應該去把國家跟家庭的性質 可能要把它搞清楚一點 而不是講一個國家一個家庭 就代表大家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去理解這個性質 可能還蠻重要的 然後另外我覺得 像剛剛有個朋友 就是提到你說的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趣是 你也渴望家庭 我覺得很多人都在講這件事情 那甚至在一些同婚 希望趕快有同志婚姻的朋友裡面 他們也會讓我感受到很強烈的 就是我需要有個穩定的伴 我需要有個家庭 我需要被大家看見我在這個位子上 我覺得也許這是我跟丁奶飛 我們應該繼續面對的 就是說我們的這些渴望是怎麼樣被建造出來的 我們應該回看 就是說其實家庭 甚至包括國家 我們現在講的如果今天鎖定比較多在婚姻的話 婚姻不是從來都是這樣的啊 它是被發展出來的 可是我們覺得它 我覺得現在的論述裡面就是說 它太自然了 自然的只有一種想像 然後每個人都在渴望的 看似是一種想像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也許我們應該是 真的是功課得也好好做 但是不要一直看書了 沒有 這是我跟丁奶飛的對話 我們要把一些論述變成 也許不是寫得很好 可是我們應該很努力的 把不斷的論述把它就是建立出來 被挑戰 然後我們再回頭看再修改 大概就是要開始幹這件事情 好 我回答兩點 一個是說其實有點想回生涵 同上還在嗎 綠蒙的生涵 走了 就被抓到 沒關係 有不應 就是那個 我其實蠻同意在角度 因為譬如說 反核運動大家都會說 我不要核子要孩子 那個就是 我自己走在反核遊行 不管是去採訪報道 或者是去參與的時候 都有感到非常嚴重的刺耳 就是對於這個口號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人 尤其剛剛彥博說 很多人會覺得在這些運動中 不管是反都跟居住權 去挖掘到他 鬼家廢婚的一個潛力 有的人會認為說 這是太過穿鑿戶 或者是一種收割 但我覺得他剛好 他剛好反而是 怎麼講啊 如果今天 認為 護家 或者說 守護一個家庭 可以跟反核 連接在一起 大家就不會覺得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認為 反核要連接到鬼家 就會是一個收割 其實這個 反映到我們對於 不同的家庭意識形態 本來就有不同的 這個情感 配置跟投注 所以 我覺得譬如說 我對深翰的那個 反過去提問 就是說 我希望這件事情不是 我們是毀非運動 而它是反核運動 或者說今天在場 各位有可能以期待 是反核的支持者 而我們在這兩個運動中 找出一些一致性 我覺得應該反過來 而是說 如果我們認為 我們共同面對的 同一個體制 或同一個壓迫的邏輯的話 這應該是一個運動的多重性 就是我們是在同一個運動底下 但是它長出了 譬如說在反核的運動裡 是一個支配的問題 那性別可能是其中一個 可是問題是 現在我們的社會運動 太零碎化了 就是 就會各個議題冒出來 比如說這個婚姻問題 被認為是性別的問題 所以 酷兒要去介入居住權的時候 認為說你又不懂這個 你又不懂這個政策 不干你的事 所以你不能介入 就是 我們頂多只能社運串聯 但是這麼多年社運串聯 如果沒有一個 集體知識的 長出來的話 它永遠就只是一個 意氣結盟而已 我就說那個力量沒有辦法長大 好 這是一個回憶 那第二個回憶 有點是孟哲的那個 就是說 跟國家女性主義的關鍵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 先不談最終的孤托邦是什麼 關鍵的差別在於 談不談國家的性質 國家女性主義者是不談國家性質的 她是在既有的國家底下去 例如說她要加入現在的國家 比如說她要尋求政黨輪替 她自己要成個 搞個政黨或者怎麼樣 去加入這個治理的行列 但是她不談國家性質的改造 她不談現在國家性質的分析 那這個就會跟我們有重大的區別 那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 不知道就是能不能直接回憶 但是我自己本來我今天也想講 就是說大家如果看那個紀錄片 《白色恐怖受難者》有個紀錄片叫做 《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 那裡面有一個受難者呢 他的訪談裡面就在講他自己的 他叫石聰晴 是一個怨禮人 那個最近反風車的怨禮 他在講自己的婚姻家庭經驗的時候 因為他自己在當年他50年代的時候 他是被父親指父為婚的 然後他是一個左翼的革命分子 他覺得他要做一個現代人 他必須反對父親的這種指父為婚 否則他不配為做一個現代人 那當時他有一個女朋友 已經有一個女友了 但是父親指配了一個人要他結婚 他女友那個時候勸他 跟他講一句話說 你就跟那個女孩結婚了吧 或者說你先試著跟他認識看看 試著看看他可不可以教育 如果他能夠被教育的話 那我們不是多一個革命同志嗎 就是說我認為那是一個革命家庭的具現 就是說尤其現在很多人在回頭看過去 所謂愛國主義或什麼的 當時的革命分子 認為說那是一個男性的政治 而女人沒有被動員起來 成為革命的主體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紀錄片裡就看到說 石聰金他的女友 其實勸他跟那個被子父為婚的女孩結婚 因為他希望如果能夠教育他 成為一個革命主體的話 他們多一個革命同伴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當時的人在想像改造家庭 跟改造國家是連結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反封建跟 跟反對我們現在國家的這種配置 是連結在一起的 同一個運動的多重性 而不是說改造國家是一個運動 階級運動是一個運動 家庭運動是一個運動 然後我們是不是看哪些地方可以合作 然後這種運動的分化本來就是歷史的構造 也不是先天自然 所以我覺得酷兒最近開始支援長照什麼 這是我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不是不同議題的相互看見 OK應該把這個關係扭轉回來 好就回應到這裡 謝謝 謝謝大家 五點了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與 不管你有沒有對話到 但希望在你的腦筋裡面 留下了很多的聲音 可以繼續再想 那你們也知道台上這些人 是不會沉死下去的 他們還會繼續寫第二輪第三輪 我也希望他們繼續寫 他們的寫作已經是他們的行動一個部分了 那他們參與的各地的不同的運動 就更是他們的行動一個部分